再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们都放在那个论坛里面 那也就是里面的话呢 我把它调列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八次上课的话 那这边就会有八次上课的那个连结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上课 从第一次 我们基本上是讲的是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再到这个 就是这个也是文字资料 逻辑 再来就讲到表单 再来日期时间 再来就是有关数学 跟统计类的函数 那上个礼拜我们主要讲到有关那个像 几个比较重要的 就像那个VPA里面 怎么样动态取消保护 那关键的话其实就一行程式 就是那个active sheet 点unprotect 刮鼓你就给它密码 它就取消了 OK 那有动态取消动态加上去 动态再加上去就是protect unprotect跟protect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边会讲到黑名单筛选 我们用conif OK 那conif里面的话呢 他我们是用录制聚集 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录制聚集 但不要录制聚集 你可能要去想说怎么样 动态的把那个公式丢到儲存格里面 其实基本上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只是说比较会有问题的 这跨工作表 OK 跨工作表其实就是蓄持物件 刮鼓 它后面要加上哪一个范围 或哪一个儲存格 那其实概念都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会画面会更新会卡住 所以你还可以在一行程式 什么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把它等于force 它就不会去更新 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云端上都有了 你就是也不用死背 我是觉得你尽量用理解的 另外的话就是有机会你就把它用 多用的话 其实慢慢你就会发现 其实倒也不是就是这样子 那还有呢 其实跟其他的语言 还有其他的电脑的应用 我想概念上都差不多 因为其实城市语言 多半都是遵循 所谓的物件导向的观念 那物件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它 点后面的属性或方法 然后丢给它一个 比如属性 Speed updating就属性 等于true或false 这个时候有点像设定 它的一些相关的那个 有没有相关的条件 就给它设定 它就会针对你要的部分 去做对应的动作 这有点像是 你去做一些设定而已 其实大同学 其他的话还有我们 讲到有关 乐透彩的重量几率统计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 乐透彩怎么样去做出 这相关的动作 最后的话 好像有同学问到 有关怎么样去抓网络资料 网络资料部分的话 其实我这边有一个范例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的 数学函数里面 就会有一个抓网络资料 网络资料是大乐透历史资料 下载 这个范例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把历年来的 大乐透资料 全部都下载下来的话 以往的做法就是我Google一下 比如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那这边 那你可以用Google 把它贴到这边上面 那Google贴上之后就是 什么 大乐透历史 那里面的话 应该会找到一个叫乐透云的 我是找到这个 这个好 开箱记录 那里面的话有蛮多家的 蛮多的 这乐透云 之前找的是 第一个是乐透云 不过现在好像是找到的是 这个台湾彩券的官网 那里面的话有这些 那不过之前好像前面 比较多的 这个这个是 所以这边我之前有一个 连结这个 这个叫乐透云 之前应该排第一个 不过它好像改版 改版之后就变排到比较后面 那它有新版跟旧版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新版的 这边这个是 最新的 3月1号的那个开奖记录 然后它一起一起的 每一个每一个 它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下一页 有没有 下一页就是下一期 下一期下一期 不过我发现这个 好像反而没有旧版的 所以你可以点击那个旧版 就这边有个什么 前往桌机旧版 旧版的那个排列 我觉得会比较 就是比较简单 比较像那个Excel里面 就是一个表格 那里面的话 就是一期 两期三期 那你会发现 这边总共 这个是第一个配讯 这个是第二个配讯 你点击的话 你会发现 上面会有个变化 就是什么呢 这个 ASP这个是一个 网页的层次 问号的话 是丢相关的参数 那参数名称 叫Index Page 等于2 Order By 等于New 就是说 从新的到旧的 OK 所以基本上网页 如果你要抓的话 你至少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叫UI 就是网址的一些相关传参数的方法 那你会发现 点击2的话 它变Index等于2 那如果点击3的话呢 当然它这边 等于3 那一时类推 里面总共会有这么多个配讯 54个配讯 那以往如果说 我今天要希望把 这些所有的配讯 通通抓下来的话 以前是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要复制贴上54次 可是问题来 如果说你不希望重复做 而且有些时候呢 你可能每天都一样 要再抓一次的话 像这个是不用 再抓一次就OK 可是如果有update的话 你还是势必把旧的砍掉 再把它重新update 如果有update的话 你可能又重新要再抓一遍 那问题来了 我们如果用复制贴 当然是比较突破的 它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 把这些页面里面的东西 就一次按下一个按钮 就可以把所有资料都抓下来 其实这边的话 大概提示一下 一 因为我们这边有没有index配置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会有这个传网址 那也就是第一页就一嘛 index配就等一 那如果等于2等于3等于5到5到4 所以你可以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1到54 中间做什么呢 你就把资料抓下来 可是如果你资料抓下来 你可能 那个程式你不会写 那不会写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我前面讲过如果不会写的东西 你可以怎么可以把录制聚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先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空白的那个活业铺好了 那这个但我没有犯本 我们是直接活的 那如果你要抓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录制 可是录制要怎么录 特别重要 这边有个资料 资料里面会有一个什么 如果你要抓网络资料 在Excel里面 它有个功能 叫资料 从哪里呢 从Web 这个Web的话 中文意思就是网站 从网站 OK 从网站上面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一一你先把那个什么呢 网路上的这个网址先抓index.page1好了 那就先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二的话呢 你就是资料 资料从Web 那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 你要的资料在哪里 你要告诉我那个网址 我刚刚已经把那个网址复制了 所以二的话呢 你就把刚刚那个位置 其实就是网址 把它贴到这边来 所以你这个时候的话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到 它就会显示出来 那显示出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网页 它本身就是一个表格 所以你就把那个表格日期 这边 它这边有一个 可以让你打勾的地方 意思是说 这个表格我要 你就把它下载下来 那再来就是 你如果OK的话 你就是再把它 这一段录制起来 然后录制好 可是问题 这个时候 它只会抓一页 你可以怎么办 自己再把 那一个聚集 外面包一个回圈 里面的话呢 就是去改 改Indage Page 中间呢 就把IE串到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 一个一个的 全部都帮你 全部抓下来 大概概念是这样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它第一次可能会跑 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就是去 把IE浏览器 帮你把它迁入到这边来 OK 所以里面不是用Google的 它是用IE 我把它贴上 倒一下 特别是要 Indage Page 等于1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去抓什么 就这边随便 就这个如果看到 是否 你就试了 反正因为它这JavaScript 好像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看到 你会发现 如果我要抓的东西是 这个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就会帮你抓网页里面 是表格的 那我要的就把这个打勾 所以你这边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再汇入 那汇入的时候 它问你说 要汇入到哪里 你就汇入到A1 按个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把Indage Page 1 下载下来 那如果你要把2 3 一直到我的4 全部下载 就是加一个回圈 就OK了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试一下 然后再来录制 OK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